法律上寫得很清楚 委員會是要執行大會決議的東西 那現在變成委員會要決議大會的事情 我剛剛跟你們講過啦 大會主席裁決這個案子通過 現場有沒有意義 現場全部沒有意義 我們要在場欸 你們表決不是這個表決 不是的 我們表決是 總經理可不可以請總經理發言 你可以請他不要再講 因為他根本就是在規程 總經理的事情就是因為 今天來跟無心 你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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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動手 你出去 這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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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委又是我來的 你出去 坐一下 我們來 常常的表現一下 總經理有問題了 總經理也同意這句話 那我們這樣講的過程中 我們是要還原當時的狀況 我們不太了解的是說 為什麼物管公司涉入得這麼深 那這個沒關係 因為這個可能中間有誤解 但是這個很清楚的啊 因為我們很多人 大家都是有去開會的 總經理講說你沒有去開會 對不對 陳副總經理講你沒有去開會 那你 那你 那你是相信一個人的話 還是相信說大家的話 我們只是希望說事實的呈現 那一個案子 議決的時候可能 你沒有在那邊 我剛剛就講了嘛 因為 全場四百多人 六十幾塊反對 我四百多人 我可以先發言一下 應該說 我先回應一下故事 我先說 我先即時糾正一下 你剛剛講的內容 不要說糾正 我一定要說糾正 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要再煩你對不對 因為你上一次我們開會的時候 其實你就浪費 我不接受糾正 好不好 那就更正 你可以發表你的言論 沒關係 對對對 可以請說 但不要說糾正 不要更正我 對對對 就這麼小問 你就浪費大家時間嗎 我沒有浪費 我整個都會講話 對對對 我剛剛回顧一下 林副總經理的事情 不要 請他講 請他講 昨天也等一下 這樣大家會有很多時間 他一直問你 你就一直跟他點話 在幹什麼 我是回話 我不是點話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哪個委員交代的嗎 王座長昨天講出來 在我們大家面前講出來的 張吉利不打 他既然說有什麼委員交代他 那就把那個委員找出來嘛